乱战并逃之夭夭 当耶稣的门徒来到墓前 看见石头已从坟墓滚开 心中十分疑惑 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闪闪发光 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门中找活人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先前所说的话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定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了耶稣的话来 那天晚上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有一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你实在是我了 你们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这就是你们同在之时 告诉你们的话 因为摩西的律法 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放他的名传 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耶稣继续向许多人显信 表明他仍然活着 这是他从死里复活 确实可告的名证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 必须把福音传给天下万人 到了第四十天 耶稣对门徒说 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了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了见证 耶稣在门徒的注视中 被接生天 有一种云彩围绕着他 挡住他们的视线 有两个穿白衣的人说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也离开你们被接生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耶稣的追随者 踏破千山万水 四处传扬福音和为人施洗 告诉每个人救助基督 也从死里复活 他们引经据点地教导众人 世人如何接着亚当 身陷罪和死亡之中 但是他们接着耶稣基督 罪得赦免 并接着他从死里复活 终于天 凡信靠神 且任耶稣为救助的人 他们的身体就用死里复活 已经死了的和人活着的 都要将一起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圣经又告诉人 天将打开 耶稣要回到地上 按照工业治理和审判 他的衣服上写着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骑着白马 在天上的军队紧紧跟随着他 耶稣将战略在橄榄山上 就如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那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基督将治理整个世界 一千年之后 撒旦要再次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猎物 但神会从天上降下火来 扫灭追随撒旦的人 到头来 那迷惑他们的撒旦 必被扔在游王的货福里 终于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到那日 在白色的大宝座前 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神的面前 若有人名字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 但在新天新地里 神要亲自与他的名头在 他要擦尿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自我 直到永永远远 在河这边 和那边有生命树 以后 再有被人类的种族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 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生命之水 看啊 我很快就要再来 尊从我的话的人有福了 凡听从我的话 信靠拆我来的父的人 有永生 他们将不会受到定罪 必将从死亡 进入永生 这就是圣经 为你们讲述的 神的故事 你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 天地万物的创造福 和生命的赐予者 天父上帝 确实关心和眷顾着 我们中每一个人 你们也一定能知道 他为人生 所设立的计划 然而 神是圣洁的 我们必须凭着心灵诚实 来与他相交 必须在生活中 把他当作独一真神 来敬拜 人类十足亚当下挖 未能真心信靠神 我们也是一样 都因着想脱离神 对人生的掌管 而陷在罪中 圣经告诉我们 哪怕人守住所有的律法 是在一件小事上有所失误 这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 也是律法的违背者 因此 无论人有多么虔诚 无论他有多么好的善行 都绝非能达到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标准 世人乃是迷失的群羊 与神相隔离 可是上帝深知人身逢绝境 无可自拔 他太爱世人 亲自拆遣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降世 为赎去世人的罪 承受了死的惩罚 圣经里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我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救恩乃是出于上帝的恩赐 而不是靠人的努力 所以无人能因得救而自夸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对一个名叫 尼戈底姆的宗教领袖说 他必须重生 才能承受永生 因此 你们也必须在灵里重生 才能进入神的家 你们若想成为神的儿女 并接受耶稣为救主 就用下面的话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承认自己的罪 和对你的背叛 感谢你差遣耶稣来 为了承受我们的罪法 钉死在十字架上 天父 我要让耶稣 进入自己的生命 成为我的救主 祝耶稣 我感谢你 进入我的生命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祷告之后 你们一定想知道 更多关于神的事情 你们应当做到三件事 你们需要时常 在祷告中向神说话 你们需要通过 读经来聆听神的道 你们需要找到一个教会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热爱神和神的话 这样你们可以 更好地决定是神 你若想知道更多 关于与神同行的信息 请按照这个地址 写信给我们 收到你的信之后 我们将免费 寄给你一本小册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